竹子的品质和精神 竹是君子的化身 乃四君子中的一份子 竹、梅花和松氏碎含三有 松象征长青不老 竹象征君子之道 梅象征冰青玉洁 在日常生活中 竹子还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与后春笋 美味佳肴不可或缺的食材 也可修筑成竹楼 做成竹床、竹椅、乐器 还可加工粮席、竹筷等 新鲜的竹叶可做竹叶粽子 而枯落的竹叶 晒干了可用来做柴火 竹根可做成美观雅致的竹雕 龙头拐杖或者精美的笔筒 中国是竹的故乡 全世界约有100鼠1000多种竹子 而中国有37鼠约500种 以四川地区为主 养竹用竹历史悠久 一首古老的名歌《淡歌》唱道 断竹、蓄竹、飞土、竹肉 说明早在7000年前 我们的祖先已用竹子制作箭头 弓弩等武器 用于娱乐、捕猎或战争了